年薪百万的私人厨师竟因受不了林青霞的挑剔,执意辞职 为林青霞做饭四年,厨师因压力过大,黑发愁成了白发 林青霞究竟是如何刁难厨师的? 林青霞拒绝医美,为保持身材和容颜,不惜花重金聘请厨师,以满足挑剔饮食 他奢华的资本源于富豪老公 然而,外界屡次传出二人不和,林青霞的豪门生活是否幸福? 没了一辈子的林青霞,晚年生活品质如何,从他的四人厨师身上就能窥探一二 四人厨师压力大,给五百万也要辞职 林青霞的四人厨师西蒙辞职的时候,他曾说过一句话 哪怕现在他肯给我五百万年薪,我都不干了,压力太大了 在外人看来,西蒙只要料理好林青霞的一日三餐 就能拿到比大多数普通人高十倍的工资,还能每天陪伴在巨星左右 这么好的工作,他还说压力大,这就多少有些矫情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能让一个拿着年薪超过百万的厨师 甘愿放弃令普通人无比羡慕的工作 其实,从西蒙的满头白发就能看出 给林青霞工作的四年间,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林青霞为了选到合适的四人厨师,足足花了半年时间试菜 最终才确定让西蒙做厨师 刚开始,西蒙满怀信心 他认为自己既然能从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 必然是得到了林青霞的认可 凭自己的厨艺,伺候巨星的一日三餐再简单不过 然而,西蒙给林青霞做饭的四年间 巨大的压力却让他难以承受 一头黑发也全都变得斑驳花白 导致西蒙愁白了头的原因有两个 林青霞吃饭太挑剔 除了食物要符合健康标准以外 他还吃得特别惊喜 每天的食材都要经过特殊的渠道购买 林青霞为了养生,以及保持容颜和身材 他要求西蒙给自己制作特殊零食 要做得既健康又好吃 而且,林青霞不吃重复的菜 西蒙每顿饭都要给他做足八道菜 也就是说每天要做24道不同的菜 隔天的菜谱,西蒙必须重新设计 算下来,两天要做48道剂营养 又好吃,还很美观的菜 除了林青霞对菜品过分挑剔以外 西蒙在任职期间每天都要面对内心的煎熬 因为林青霞只吃食物最精华的部分 林青霞一顿饭的开销 最低也要几千元 有时候甚至要花费上万元 即使是通过特殊渠道购买的顶级食材 林青霞也只吃最嫩、最好的部分 一斤菜挑挑剪剪,最后只剩下一二两 西蒙每次看到被林青霞浪费掉的食物 都会觉得非常可惜 世界上很多人每天都在饿肚子 林青霞的厨房里摆满了高级食材 而绝大部分高级食材却要被白白扔掉 西蒙实在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煎熬 在坚持了四年时间后 西蒙终于提出了辞职 西蒙的辞职从侧面说明 林青霞确实很难伺候 他花百万年薪找来的厨师 都无法满足他的饮食要求 只能说林青霞再嫁给刑李 确实被宠坏了 富豪丈夫大手笔宠妻 一致千金讨好林青霞 刑李与林青霞结婚前 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林青霞嫁给他的时候 也已经四十岁了 身为香港排名前五十的富豪 刑李为了娶到林青霞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就花了两千万来举办婚礼 2020年行李登上胡润榜 他的资产超过了两百二十亿 很多女明星嫁给富豪 未必能捞到财富上的好处 无非是得到了豪门太太的名分 实际生活状况却并不理想 行李对林青霞则十分慷慨 他不仅把卡迪亚的古董王冠 送给了林青霞 还为他定制了超大克拉的钻戒 以及各种名贵珠宝 林青霞过生日的时候 行李直接送上了价值十几亿的五百平米豪宅 据说豪宅内部光衣帽间就有四个 很多人都想知道 林青霞所住的豪宅究竟有多奢华 香港狗仔几次想靠近豪宅 拍些照片 却发现豪宅设置了很多监控 而且狗仔只要一靠近 就会被保安面赶走 2022年7月 一场大火毁掉了林青霞的着座豪宅 当时经过消防人员的疏散 林青霞家中的佣人 全都安全逃离火灾现场 18位佣人 无一人受伤 网友通过媒体爆料得知消息后 大家关注的焦点 都集中在了18位佣人上 据传言 林青霞名下的房产很多 他只是偶尔会住在失火的这所豪宅中 虽然不常住 却依然雇佣了18位佣人 网友都说 享受豪宅的是屋里的18名佣人 而不是林青霞 价值十几亿的豪宅 不过是一个家政公司 除了赠送豪宅和奢侈品以外 行李知道林青霞热衷于慈善 就以两人女儿的名字成立了慈善基金 该慈善基金为内地捐款的数额超过了20亿 在内地建的学校多达200多所 今年的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上 行李的名字排到了第38位 林青霞拥有这样的富豪老公 花百万年薪股私人除湿 也不足为奇了 双方各有所求 真实生活冷暖自治 尽管林青霞嫁给行李后 或者简单而奢华的生活 外界却经常传出 她与丈夫离婚的消息 2006年 就有媒体拍到行李 与一个年约30的女性同行的照片 并且两人身边还有一个男孩 爆出这条消息的人 自称是林青霞的邻居 邻居说 林青霞没能给富豪丈夫生下儿子 所以丈夫找别的女人生下儿子 如此荒唐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热议 很多人甚至说行李舍得给林青霞花钱 是为了补偿她 网上的留言传得沸沸扬扬 就连行李的前妻也看不下去 她出面表示 行李是一个为人厚道的男人 两人当年离婚是因为感情不合 她坚信行李不会背着林青霞偷吃 之后林青霞和丈夫一起出席活动 打破了网上的传言 但没过多久 媒体就派到林青霞去看心理医生的照片 离婚的传言又死灰复燃 不过一些网友认为 林青霞情绪不佳 可能是因为父亲去世 2014年 行李给林青霞送的那栋后来失火的豪宅 外界又传出了两人婚变的消息 这一次传言换汤不换样 有人说两人都已经是老夫妻了 行李突然赠送豪宅 是因为出轨 所以花重金来补偿妻子 事实上 行李原本是想把豪宅 当成夫妻结婚20年的礼物 送给妻子 但因为公妻延后 最终不得不把礼物 改成了林青霞60岁的生日礼物 面对网上隔三差五 就会传出的离婚谣言 林青霞从来不会做出回应 她曾经写过一本书 书里也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富豪丈夫 人们认为林青霞不愿在自己的书中聊夫妻感情 可能是因为她对丈夫并没有多少爱意 在嫁给行李前 林青霞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林青霞18岁那年 揭拍了一部戏 她在剧组认识了26岁秦翰 当时秦翰已有家庭 并且还有一对儿女 林青霞虽对秦翰动了心 但却不想成为遭到众人唾弃的小三 于是她跑到了美国 并告诉秦翰 以后再也不要招惹自己 没想到林青霞离开香港后 早已亲信于她秦翔林追了过去 而秦翔林也已经结婚 为了能跟林青霞在一起 她甚至抛弃了妻子 林青霞刚刚逃出秦翰的纠缠 又碰上了秦翰林 但秦翰林和秦翰全然不同 她为了林青霞离婚了 让林青霞感受到了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 于是当秦翰林向她求婚的时候 她果断答应了 秦翰得知林青霞答应了别人的求婚 立即给她打了电话 林青霞告诉她 我马上就要跟秦翔林订婚 你别再缠着我了 秦翰果然听话 她彻底放弃了林青霞 林青霞无比心痛 其实她心里一直喜欢的人正是秦翰 1980年 林青霞与秦翔林在美国订婚 四年后 两人却分道扬镳 1982年 秦翰与妻子离婚 她又一次展开了对林青霞的追求 林青霞见心爱的人已经恢复了单身 便回到了秦翰身边 可是 二人相处了很长时间 秦翰却始终没向林青霞求婚 1991年 林青霞拍戏受伤 她给秦翰打了个电话 希望秦翰能探望自己 秦翰却问 鸡跳花销是不是你出 听到这句话 林青霞终于明白 秦翰对自己的爱是经不住考验的 1994年 40岁的林青霞彻底结束了自己与秦翰20年的感情 转身嫁给了富商行李 期间 在1979年 她参加新加坡的亚洲影展时 因受到秦翰和少乔英的触动 加上当时并非自己获奖 情绪崩溃 甚至吞噬了过量的安眠药 幸运的是 她被及时发现 并送往医院抢救 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 这一事件也让她对弯弯产生了极大的厌恶和回避情绪 最终选择离开 前往美国寻求心灵上的平静 林青霞和秦翰之间的情感复杂而扑朔迷离 外界的舆论压力以及个人情感的纠葛 使得林青霞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和痛苦之中 也让她一度陷入了对生命的绝望情绪 这一切的起伏和波折 让林青霞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她作为一位出色的演员 不仅在荧幕上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 也在生活中经历了诸多风霜 她坚韧、聪慧 一直以积极向上的态度 面对生活的起伏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和榜样 林青霞作为著名演员 她的人生比电影情节还精彩 对于很多影迷来说 林青霞是难以忘怀的偶像 希望她晚年顺遂 可以收获幸福和美满 林青霞虽然不愿意在公众面前秀温爱 在自己的书里 也没有聊到夫妻感情 但她给行李生下了两个女儿 这就足以表明 林青霞愿意跟丈夫她是过日子 外界都说 行李这样的富商 应该很期望能有儿子继承家产 但行李本人 却从没有对外透露过这方面的期望 林青霞和行李的真实生活状况如何 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